講到傢俬店 大家都想起大型連送品牌 其實香港都有不少公司提供高質素的產品 今次介紹的公司提供訂做十木傢俬服務 而且在香港人手製造 每一件傢俬都是獨一無二 現在很多時都說手工傢俬 其實看不同人有不同的準則 有人是很嚴謹很嚴謹 他覺得好像很傳統的木工 要用鋸、跑、鑿 慢慢一個一個用徒手做出來才是手製 有些人覺得 只要不是自動化大量批量生產 其實用有電的機械去幫忙 其實都是很合理的 我個人覺得 其實看是誰出來的效果會更漂亮 主要是唯一一個宗旨是靚的傢俬 在外觀看上去 看不到任何螺絲或者金屬部件 目測看上去整塊都是木的 這樣就已經是最好的 我們很大部品的傢俬都會用一些筍接去做 除了用傳統的方法做筍接 之外我們還會用一些機器去幫助做一些現代筍 筍接做的傢俬固然漂亮 但需要人力物力 還相當之免費 如果時間金錢上面沒有太大的預算 他們都會建議轉用金屬零件 價錢還會低一點 由於是做神木的關係 所以我們最主要在處理方面 都是要盡量令木不會變形 首先我們會處理到它平直 然後再用一些結構的方法 令它可以對應香港的天氣 都不會那麼容易會有扭曲的情況 因為做一件木製品和做金工 剛好調轉 金屬很多時候是我們加東西上去 但做木製品是減少一些東西 即是一塊原木 我們慢慢把它切割到 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形象 然後再慢慢去做一些結構 因為是減化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一個步驟 如果出錯的話 很多時候都要重新來過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基礎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要慢慢細心地做好它 之後下面的錯誤 才不會累積上去 做每一件傢俬之前 老闆Jones都會和客人溝通 談好設計 其實木材分這麼多種 要怎樣選擇一種 去FIT IN自己家的風格 香港的客人一般來說 會比較喜歡用黑胡桃木 橡木 白立木 這一類的木 黑胡桃木就是它深色 白立木和橡木 它的紋理是比較粗獲的 除了你看上去有很深的紋理之外 你摸上手也會有特別的觸感 跟一般的木比較細膩 是不同的 最理想的話 當然不要讓家具 接觸到任何有水源的地方 如果倒死有水就要馬上抹 另外如果你家居真的太潮濕的話 我們建議你盡量可以開冷氣就開冷氣 廁所或者廚房這些地方 就不適合使用實木家屍 其實為什麼會在香港 設立手製原木家屍的工場 我們開始了公司 是一個電腦測試工業 我們在加拿大業務 我們在2013年移到香港 去工作 我們在2013年 我們失去合約 但我們也有很多工具 在工具業業界 我們發現香港的工具 沒有很多工具 在香港做工具 然後我們突然有更多 人們說 可以製造一座 可以製造一座 我們開始獲得更多工具 它就變成 從電腦測試工具 到工具 慢慢地 Josh小時候 就跟家人學過木工 沒有相關專業背景 但是他老婆Cherry 就不同了 我辣時 個工具 aloud 非常訣章 せて工具 刻 kun industrial designer 我這些工具 我目前為止 已經 использ了很多的工具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小的一人 我只是推动很多工作 他总是在管理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大众的组织 也就是说 它是比较多的 人们有个人的职业 比较多的做什么自己 是的 你必须想想想想 它是有些特别的 因为在商品里面 你常常有很多时间 去做不同的装置 你可以測到某种程度 我们只能做一部份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特别像石头,石头和石头, 我们必须要保持成一种好处理,因为我们只得一种机会建设它。 我会比较买东西和做东西,比较买东西,比较买东西, 我认为它能够有更多人的工作。 我认为它能够增加这种金融化, 所以你不必要保持在外面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